Hello 大家好 今天成都又在下小雨 但是我没有带伞 因为今天我们要去看一下 成都今天刚刚才开通的一条地铁线路 叫地铁18号线 有的人会说 这个地铁线有什么好看的呢 成都不是有很多条地铁线了吗 对 但是呢 这条地铁线听说比较特殊 它是地铁 成都地铁里面 就是运行速度最快的一条地铁线 是据说是140公里每小时 而且它是第一条 就是成都真正意义上的 叫成继地铁 因为它是联系 那个成都市区和简阳的一条线 那简阳大家都知道 现在修那个天府机场就在简阳 那现在它修这条地铁线的目的呢 其实就是想连接简阳机场的 那好像现在还没有通过去 因为简阳机场也还没有修好嘛 现在还没有投入使用 所以呢 还在应该那一段还在修 它今天开通的这一段呢 是第一个 应该叫工程的第一期吧 然后就只开通了 好像是九个站 咱们去体验一下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说是直接能坐到三叉湖 成都的附近的一个景区 然后我们如果能够坐到三叉湖的话 我们去看一下三叉湖长什么样子 今天视频主要的内容就是这个 咱们去看看吧 大家看我背后的这位老人啊 他刚刚我走在这里的时候 他刚刚从地上捡了一个烟头来抽 这个真的是让我有点想不到啊 现在这个环境啊 居然还会有人敢直接在路上捡一个烟头 就起来冲 大家现在看到的呢 是成都地铁的七号线啊 这条线路其实在成都地铁的总网络里面呢 算是比较新的一条线路了 是2017年12月份 也就是年底的时候才投入运营的 其实我觉得呢 成都地铁已经给我的感觉啊 是非常的棒了 已经做得非常好了 但是优点咱就不说了 大家看也能看得出来 还不夸张的说啊 成都的地铁是我坐过的 所有国内的地铁里面 给我的感觉综合体验是最好的 那当然呢 也不是一点缺点也没有啊 在我一个普通乘客的角度来看呢 就是成都的这个所有的地铁 它的噪音都比较大 然后呢 票价也是全国最贵的啊 这是两个缺点 为了能够完整的体验这个新开的18号线啊 我决定从它的起点站 火车南站一直做到它的终点站三叉站 这个站内换乘的标识做的是非常的好啊 我从来没有来过这个站换乘18号线 但是呢 我完全也不用担心 我会在这个站里面走迷路 成都的地铁和其他地方的地铁 有一点是一样的 就是它每一条线路呢 都会有一个专门属于自己的主题色 比如说这1号线啊就是蓝色的 2号线呢就是橘黄色的 那这18号线呢 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颜色 应该叫藏青色吧 这个站台是真的非常的大 我从7号线那边走过来的话 走就走了两分钟的时间 不过好在它都是同站换乘 也不需要出站 所以还好了 据说这地儿早上的时候 还有一群人在这里弄了一个首发仪式啊 但是因为我上午有事啊 没有走到这边 所以就没有赶上这个首发仪式啊 感觉有点小遗憾的样子 看到它这个站牌感觉还是蛮有特点的啊 大家看它后面的这个背景啊 是一幅画 上面应该画的是成都这边比较出名的一些旅游景点吧 比如说青城山啊 还有宽窄巷子啊 这些地方 然后再说说站点吧 看了一下确实是9个站 然后后面还有3个站没有开放 正在修吧 现在能做的就是9个站 从火车南站开始到三叉站结束 其实来之前啊 我做了一点点功课的 发现这个车是改良了很多地方的 比如说像我们经常吐槽的噪音大的问题 它这个也好像做了一些升级 好的 这个车现在已经到了 我们进去看一下到底有多大的改变 首先我感觉就是这个座椅吧 改动应该是最大的了 它有居然还有横向的座椅啊 之前是没有的 只有纵向的座椅 而且这个纵向的座椅呢 是有扶手的 我想应该坐起来呢 会比之前的那种其他型号的地铁 效果要好得多吧 要舒服得多应该是 而且还有那种放专门放大件行李的架子啊 这个在其他的地铁上是没有的 中间这里还有一个电子显示屏 有广告和到站的信息 真的非常的人性化呀 之前的地铁的话 我要想看这些信息的话 还非得要到门那个地方才能看到 现在呢就方便多了 一抬头就能看见了 我还专门来感受了一下这个横向的座椅啊 我之前觉得可能像我这种个子的人呢 坐不进去啊 而且我的体重其实也不轻 所以呢也不算苗条的人吧 但是没想到呢 坐进来之后居然还有这么宽的空间 是真的非常的不错啊 不过我之前看新闻报道 说有一个地铁方面的负责人 说18号线这种横向的排列座椅啊 还有助于增加这个载客量 但这一点我是持一些怀疑态度的 因为既然这样的排列方式能够增加载客量 那为什么其他的线路不采用呢 不过说起来这个车的噪音 感觉确实要比其他线路更好一些了 说是采用了双重的那种隔音玻璃 还有隔音门 秉着好奇和求证的精神吧 我还专门坐在这个里面看了半天这玻璃 但是感觉我这样看也看不出个什么名堂来 所以放弃吧 不过他这个线路的噪音确实要比其他线路更小一些 我现在已经快要坐到终点站了 然后这最后一个站呢 感觉坐了已经有四五分钟时间都还没有到 所以感觉有点久 但是居然他跑到了地上来啊 这一点是我没有想到的 那我们就顺带看一看外面的风景吧 还有大家觉得这有没有140公里每小时啊 感谢观看 终于到站下车了 我坐了大概有半个小时左右吧 那也就是说它全线的运行时长 目前就是在半个小时左右 然后我还大概算了一下 它每一站的间隔呢 大概是在四分多钟的样子 但在最后一站的时候呢 它用的时间就比较长了 大概是在八分钟左右吧 而且大家看这个站月台是不是很多 是不是感觉有点像火车站 这刚出站啊 我就感觉有一点懵 因为我发现这四周都没有什么楼房 甚至感觉有一点荒凉啊 这一程度我估计可以和我有一期拍的 那个慧王林的地铁站出口有的一拼了啊 不过还好我有导航啊 但是我看了一下 就这个站到三叉湖景区的话 导航上显示也要三点几公里 接近四公里的距离啊 所以走路去肯定是不现实的 而且打车也打不到 但是这里有一个才开通的 十一路公交车是可以直达三叉湖景区的 由于今天是第一天开通这个十八号线啊 所以大家都是坐这一趟地铁过来准备到三叉湖玩的 而且今天又遇到是周末嘛 休息日 所以人真的非常的多 不过话说已经到了简阳啊 但是成都的这个公交卡在这个公交上面都还可以使用 如果我画公交卡的话 这个是一块八 我感觉还挺不错的 这车以前的公交线路图都还没有换 不过我想这些都不是问题很快就可以完善的 我现在坐后面的这个车已经到站了 然后现在下来之后 这个地方是一个叫做古叉路口的地方啊 但是我看了一下没有看到三叉湖 我得找一找看到底怎么走 感觉这地儿就是一个小镇的样子啊 并不发达 房子呢也都是这种低爱的房子居多 当然这肯定不代表整个简阳的样子 可能也只是这一个片区是这样的吧 不然的话国际机场肯定也不会修到简阳这样的地方了 我发现啊 这个厂镇上面卖鱼具的和卖牛羊肉的比较多 而且还有一些火锅店啊也是以鱼为主体来打造的 我知道就是 三叉湖这边啊 它是成都人钓鱼的一个圣地啊 可以说是 基本上成都本地人钓鱼都喜欢往这边跑 所以卖鱼具的多我觉得也挺正常的啊 终于终于感觉是到三叉湖的门口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门口坐的全是年纪大的阿婆 还有大爷 好像他们都是坐地铁 今天坐地铁过来玩的吧 还是说就是这厂镇上面的居民呢 说不准啊 这地儿呢就是大门口了 我看了一下这里是个2A级的旅游景区啊 好我现在身后这个位置呢就是三叉湖了 大家看是不是很大 那个后面还可以坐船的 其实还是比较远离码头比较远啊 今天我们就不去了 我带大家逛一下 这里说是景区啊 其实是不收门票的 就是大家可以随便进 而且它在平定那个风景区的等级的时候呢 这里其实也只有2A级 也就不是很高了 那大家都知道 国内风景名胜区最高的平定等级是5A级啊 但是呢这里也就只有2A级 所以呢如果大家要过来玩的话 心里期待呢不要太高 啊就是一个普通的休闲的地方就好了 其实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呢 是三叉湖的堤坝上面啊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高度没有 远处呢这些房子都应该是 简阳的当地的房地产开发商开发的商品房啊 据说这个房价已经涨到了1万多块钱一平了 我在想如果是住在这个房子的高层的话 是不是可以直接看到整个三叉湖的全貌 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 这房子的景色应该还是不错的 窗外的景色挺好 这还有几艘船 但看样子好像也不是给游客使用的 应该是这旁边派出所使用的船吧 果然是在湖的旁边啊 派出所都是配船的 不是配车的 我走了一大圈啊 终于发现了一个相对比较安静的地方啊 因为今天是周末嘛 所以出来玩的人会比较多一点环境就比较嘈杂 然后我这呢收音的效果就不是特别好 然后我就刻意的找了一个这样一个 呃应该说说是破亭子吧 然后什么都没有这个地方 然后只有我这旁边有有湖 然后为什么这个地方是一个2A级景区 我现在终于知道了 因为只有湖 那周围的其他配套设施都比较差 可以说呃只有饭馆还可以 其他的基本上呃就是娱乐设施啊 然后各种的配套设施啊都没有的 给大家看一下我坐在这里的这个亭子啊 前面这湖景色挺好看的对吧 但是这个亭子大家往上看 哎 这之前应该是有吊顶的 然后已经完全坏掉了 然后呢 这个坐的石凳呢 虽然说是干净的 但是也是很久没有修过了 看样子 有些地方是断了 然后有些也坏掉了 然后这个旁边的路面呢 都是土路啊 而且今天呃刚又因为刚刚才下了雨嘛 然后如果不注意的话会踩到悉泥 所以呢整个这个可以说是整个景区吧 有很大一部分路啊 都是这种路 所以为什么是2A级景区 我是真的才知道啊 因为其实我从来都没有去过所谓的2A或者1A级景区 这是第一次看到有2A级景区 我现在终于知道2A级景区是什么样子了 还有这下面还有一些 有一个平台平台上面还有一些垃圾 然后这个护栏也是 石头的护栏都已经断掉了 没人修 哎 所以啊 坐在这里看一看湖 欣赏欣赏景色就好了 其他的就不要有太高的期待 那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吧 咱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 咱们下个视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